大家好,我是雷啟思 滬港通預計在10月份通車 而港交所都完成了多輪路演 最新的數字顯示 中港共有305間勸箱申請參與 其中香港勸箱佔了215間 而中正監發言人亦都表示 兩地證監已完成關於執法合作 投資者訴求等的陪套文件 按照計劃 第一批互港通使用者的市場演習 會在8月底至9月份舉行 交易流程方面 同一開始時的構思一樣 在初步通車階段 境外人士可以買賣上交所掛牌的568隻A股股票 內地方面 有50萬人民幣資產的投資者 就可以買賣港交所掛牌的266隻股票 兩地投資者都要透過勸箱 將股票訂單傳送到兩地聯交所成立的一間獨資公司 再將訂單傳遞到交易平台對盤 但兩地的交易細節都有點不同 例如港人買A股禁止即日先 但內地股民買港股就可以 因為基本上 互港通投資者是遵守當地市場規定 在內地市場 投資者需要買入股份的T加1日才可以沽貨 換言之 即日買賣的炒即日先 操作在A股就不適用 反而香港實施T加0的交易制度 內地投資者在當日買入的股票 如果一經確認成交 就可以在交收之前沽貨 值得留意的是 內地市場的交易及結算貨幣是用人民幣 而港股就是用港幣 而且內地市場亦設有價格限制 輸入的買賣盤 是不可以超過前一日收市價正負10% 香港市場亦都沒有這個限制 另外, 護廣通推出初期 投資者要在兩地市場都有交易日 及兩地市場的銀行 在相應交收日都開放 才可以進行 今集的時間有夠了 下集再見